一列火车开过 小帅的文件被吹到小美脸上 他急忙拿开文件 却看见小美扑刺一响 原来小美的唇印留在了上面 也留在了小帅心里 但996的早高峰 容固得半颗滞留 小美急忙坐上了地铁 两人匆匆别过 小帅刚到写字楼 无意间竟发现了小美 就在对面大楼弹合作 赶忙开窗呼喊 并没有引起小美的注意 看到桌子上的纸张 想着可以叠个纸飞机飞过去 用力一抛 只飞了三毫米就坠落了 小帅继续尝试 终于可以飞到对面 但没有进入窗户 一次飞错窗户 一次被鸟撞掉 一次飞进垃圾桶 直到无数次后 桌面的其他纸张都用完了 还没有引起小美的注意 盯着印有红红的纸 小帅继续叠成纸飞机 只是还没抛出去 就被风吹走了 而小美也要离开了 小帅看着领导与功能 决心放手一搏 扭身跑下写字楼 但是并没有遇到小美 只看到了红纯飞机 失落的小帅 用尽全力扔掉红纯飞机 谁知纸飞机越飞越高 落到地上后 仿佛是红纯赋予了他神力 带着所有的纸飞机 腾空而起 并依次追上小帅 推着他向后 而红纯飞机则一马当先 向前飞去 直直找到小美 瞬间吸引了他的助力 领着小美向前跑去 经过纸飞机的不限努力 两人再次在地铁站相遇